我一直是在亲自点赞 亲自订阅 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今天呢咱们还是聊聊中国的什么事 昨天晚上有条消息让人特别痛快 几位中国的大爷 把一群闹事的暴徒 直接从家里打了出去 对我们已经 而且现在是我们 我们在住 没错 我自己的房子我平时是这样 你干嘛你不要碰我 你干嘛我 录下来他刚打了 你不要走开 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对了 这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 也是在主播说联播里 我曾经说到中国的大爷 当时甚至出动了锁匠 试图撬门 这话疯 你撇 你细撇 你看大爷还是中国的大爷 守护中国共产党 该出手时就出手 有人说中国的这些年轻人 误入歧途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 教育没有做好 这些中国的硬核大爷 在家里守护中国共产党 就是给他们上面做人的一课 在这儿呢 我们也有必要再让他们认清一个事实 那就是甭管怎么折腾 中国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 很多同学都在说 我们太难了 的确是这样 最后想送大家一句话 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国家就没用了 加油 打工人